政務司司長張見忠表示 力爭清零去特區政府首要的抗疫目標 而維豐小區以受限區域作強制檢測行動精準 並具有成效 不排除在短時間內在不同區域 以不同規模或形式展開強檢行動 張見忠今天在網誌中說 政府已經要求各部門在人力和資源配套上 作充分的準備 以便在短時間內 起動部門人員參與前線抗疫行動 他總結上星期進行的3次 受限區域強制行動時說 佐敦的行動涉及到超過150棟樓宇 進行超過7000次病毒檢測 發現13宗確診 陽性比率是0.17% 而油麻地的行動在300多個檢測樣本中 找到1宗個案 而陽性的比率就是約0.3% 在北角東法大廈A至D座的行動中 雖然沒有發現確診 但他指行動有實際需要 符合小區清零的目標 和令到居民安心